令人震惊,一段关于印尼地震的视频显示,在地震发生后,地面发生液化,一幢建筑漂浮在泥河里,苏拉贝西岛,苏拉贝西岛发生地震后,积水涂烙液化,数百人可能被困在泥山中,1700所房屋被吞没。 苏拉贝西岛佩托伯村的建筑,在毁灭性的地震后被以为停地,淹没在泥中。 从一所房子屋顶上拍摄的恐怖视频显示,大型建筑和电塔连着地基整块在泥河上飘移,图片显示了苏拉贝西中不怕武士被海啸摧毁后的破坏程度,这段视频曝光之际,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已攀升至1234人。 人们还未在周五地震和海啸中成百上千的遇难者,准备了一个集体墓穴。 从一些视频和图片中可以看到,人们交尸袋拖进帕鲁,拍了330英尺约100米长的坟墓。 印度尼西亚为一千多名地震和海啸受害者准备了一个集体墓穴,这个碗仁坑建在帕鲁城外的山顶上,可以埋一千多具尸体。 这个碗仁坑建在帕鲁城外的山顶上,可以埋一千多具尸体。 与此同时,又报道着,灾难中有人抢劫了倒塌的购物中心,数百名囚犯从监狱废墟中逃走。 在西指地区,34名儿童在参加教会活动时遇到海啸,被埋在废墟下死亡。 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中部帕鲁帕托伯村,第一条被毁坏的道路,一些被地震摧毁的偏远地区还没有被联系到,要平移,禁用完了。 救援人员还能听到电数废墟,下传出的尖叫声,但重型救援设备也出现了短缺,燕尼总统组科威多多,周科威多多,以下数十家国际援助机构,和非政府组织把出求助信息,封面新闻综合报道编辑单器。